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是纯净的 如龙银子在尼炉中炼过七次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神的话语一来到 我们便得了智慧 愿我每天都能够在灵修中看见 神话语中的精益 字句中的亮光 并用诸般的智慧 将他保固的话语 风风附附的存在心里 实践在生活中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神从不失信 我们思想 神从不失信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 十七章 一到十六节 列王纪上 十七章 一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你信实何广大 你信实何广大 我身我天父 全物转动 银儿藏在你心 你不改变 你慈爱永不转严 无事无重 低声 诗人不济 春夏秋冬 四季 又在终收缠 日月星辰 时刻 寻转不止 宇宙万步 都未造无助见证 述说天赋 莫大 心事人贼 你信实何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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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 父清晨 祝爱日更新 我所需要 你此手丰富余地 你信实何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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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里 深情自引导入 天堂之乐 你两位 今日大盘了 为将来 全赐给我 明游万福被图 你心事何光大 你心事何光大 清晨赴清晨 祝爱日更新 我所需要 你此手丰富与美 你心事何光大 清晨过程 你心事何光大 《猎王记》上第十七章 一到十六节 激烈戒举的提斯比人 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 永生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 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 领导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 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 激利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 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 以利亚照着 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 约旦河东的 吉利西旁 乌鸦早晚 给她 叼饼和肉来 她也喝那 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西水就干了 因为 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 领导她说 你起身 往西顿的 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 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 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 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 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她说 我指着永生 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 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 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 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 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坛内的面 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 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 食欲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 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 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 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猎王记》上17章1到16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6节 《猎王记》上17章第16节 经文说道 坛内的面 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 也不缺短 正如 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猎王记》上17章16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猎王记》上17章16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坛内的面 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 也不缺短 正如 耶和华 接以利亚所说的话 《猎王记》上17章16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神从不失信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色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 往他们任何人那里去 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拉法 一个寡妇那里去 我们常谈起 以利亚的信心 那是不错的 然而主耶稣 在这里却特别提到 以利亚是奉差遣 往那个外邦寡妇那去 如果只为在饥荒中 养活以利亚 神可以借乌鸦养活她 也可以借着别人养活她 但差遣她 到那个寡妇那儿 实在是 借着以利亚 要养活这个寡妇 为什么来到 撒拉法那个寡妇家里去呢 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得以存活 然而 现在饥荒中的人很多 神的眼目 特别看顾谁 乃是看顾敬畏她 和仰望她慈爱的人 这个寡妇是个外邦人 难道 还是敬畏神的吗 是的 因为她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她在这样的大饥荒中 家里 只有一点面 一点油 却肯为先知 以利亚做一个小饼 因为她信神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神的确拣选了世上的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她所应许 给那些爱她之人的果 今天你贫穷吗 你遭遇饥荒吗 你家中 台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吗 够了 只要你敬畏神 仰望她的慈爱 不乏怨言 信她的话 先有奉献 先求她的国和她的义 其实 是一个小饼 你必经历 台内的面 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 也不缺短 神能用这一点点 让她一直不缺少 如果台内满了面 瓶里也满了油 我们就不仰望神 也看不见神了 神虚可我们经历艰难 他却从不失信 他的慈爱也不会断绝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 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神从不失信 这个题目 基督徒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虽然眼前一无所有 信靠史无便无有的神 神能使你样样都有 当亚哈打发人四处去寻找 以利亚的时候 神要以利亚往西顿的 撒了法 去见一个寡妇 因为耶喜别 是西顿王叶巴黎的女儿 亚哈怎么也想不到 以利亚竟然去 耶喜别的老家 神不是拆以利亚 到一个 家道丰富的财主家里 而拆她去 外邦撒了法 一个穷寡妇家里 寡妇通常是需要被照顾的 神拆以利亚到这个寡妇家 不是因为她家里口粮有余 而是 她是一个处在缺乏中 却对神有信心的寡妇 你说这是真的吗 是的 因为主耶稣确认这件事情 路加福音四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耶稣对拿撒勒会堂的乡亲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 在自己家乡 被人怨纳的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色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 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 一个寡妇那里去 当以利亚来到撒勒法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 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 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以利亚来的正不是时候 早一点来 寡妇还勉强可以分一点饼给她 可是平原在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寡妇准备跟她儿子 吃最后一餐的时候 以利亚来了 寡妇对以利亚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跟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谁可以用千万种途径 供应以利亚 必要的时候 可以拍天使 给以利亚送饼 给她水喝 为什么神要以利亚 到这个寡妇家里来 好像打扰了她们的生活 给她添麻烦 因为神要救 有新鲜的寡妇一家 十篇 三二三篇 十八到十九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她的人 和仰望她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 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寡妇心想 最后一餐 跟她儿子吃完了 没东西吃了 就准备等死了 就在寡妇 来到人生尽头的时候 没想到神差伊利亚来 向她要饼吃 这就考验寡妇的信心了 寡妇既然信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神就要让她知道 她是真神 是活神 是对先知说话 并且是 在人看来 不可能的神迹 成就的神 伊利亚听了寡妇 诉说她的困难 就得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谭嫩的面并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 是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寡妇信不信呢 信 因为圣经说 妇人就照伊利亚的话去行 寡妇先为伊利亚做饼 然后拿来给伊利亚 再为自己跟儿子做饼 圣经说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伊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谭嫩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 借伊利亚所说的话 神让寡妇家里 坛内一直有面 瓶里一直有油 并没有短少过 就这样 一直吃到两三年 直到天降下雨来 地生出土产 神预备了这样的神迹发生 借着人的信心成全 内地会宣教士 海外布道会创办人 兼熟人会长 好一名牧师 在中国内地步道 经历中日战争 和各种动乱 都因为神的护理 救他们夫妇脱离凶恶 绝处逢生 逢凶化吉 1941年正月 日本军队 已经侵占内地 迫进河南 他们所住的县城 正当其实 好一名牧师 忽然患了盲肠炎 就是蓝尾炎 必须前往 110多里以外的医院就医 如果要乘人地车 旷日费时 他的妻子 跟两个小孩 留在家里 日军进战 势如破竹 全城的人 都已经逃离避难 但他的妻子 因为丈夫不在家 又有小孩牵累 不能逃离 此时兵荒马乱 日军之外呢 还有盗匪到处抢劫 而且父亲 还可以听见枪炮声 在此性命昭不保夕之时 神的话竟奇妙应验 原来 他挂在墙上的日历 每天有一节经文 他照着金句祷告 都有奇妙的成就 比如有一天晚上 县城两面被夹攻 枪声秘笈 但神的话语 提醒他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 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知道的 果然一位军官 跑来告诉他 说 师母 我很关心你 前来告诉你 日军已经撤退了 不是我们打退的 是他们自己离开的 日军的突然撤退 让郝师母觉得 不可思议 郝一名牧师 送到医院时 因为内地医院设备 不够齐全 医生劝他 到上海治疗 他就跟家眷同行 但从河南到上海 一个在西北 一个在东南 平时 一感不易 何况战时 要经过日军 占领地区 尤其是 饱受战火的火线 但奇妙的是 再在有天使 四位安营 保佑他跟他的家人 有一天 他遇到土匪抢劫 土匪拿了枪 对着他 不但要他的衣物 还要身上的钱 但当他打开钱包之时 他把名片递给土匪 并询问土匪的 尊姓大名 不料 土匪也姓郝 发现彼此同姓 中国人很注重宗族观念 竟认他为 同宗老大哥 不但不抢他的财物 并且做他的向导 一路护送他 到了日军战礼区 土匪不能再护送了 忽然三个日本哨兵 骑着马前来盘问 其中一位是高级将领 好一名牧师 因为这位日本军官 英语说得很流利 就问他 是在哪儿学的英文 得知 他曾在美国 华盛顿大学读书 跟师母是同学 于是 应着同学之谊 日本军官就指引他们 介绍给附近的教会 经过教会会有帮助 他们顺利到达火车站 搭乘火车 一路平安 到了上海 诗篇 三十四篇第七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神的话语 很奇妙 都成为他们 及时的帮助 在围急时 他感受到神的话语 是如此真实 神要我们 以他为乐 依靠他行善 住在地上 每天 以他的信实为良 不要怀疑 他口中所出的 施主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 因为不信神 借天使所说的 神叫他哑巴 不能说话 知道所说之事 成就的日子 所以有好长的日子 撒加利亚 哑巴不能说话 谁让我们照他的话 来信他 因为他从不失信 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 都有神 恩典的预备 为满足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特定时刻的需要 而写的 神的话 是我们信心的基础 英国信心的使徒 乔治穆勒 凭信心在英国 开办的五间孤儿院 每天需要大笔开销 他说 有很多次 我忧虑到几乎要发疯 但是我心中有平安 因为我的灵相信 神应许的真理 没有神毫无错误的应许 我们对任何事 都不会有把握 但神应许给了我们 希望 安全感 平安 鼓励和安慰 他无休止的供应 这些所需 让我们知道 他是 以便以谢的神 他与我们同在 向我们施恩 直到如今 他都帮助我们 神的话语 续续带着能力 带着他的全能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他命黑暗 就有黑暗 因为他的话是不能违背的 撒罗法的寡妇对神有信心 就经历神 每天油跟面总是够用 当他用完最后一滴油 最后一点面的时候 新的土产就来了 耶和华是活神 在基督里的我们 是何等有福 神做新事 我们就看见新的神迹 并重新发现 神那极大的信实 但为说 凡遵守他的约 和他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所以不要看环境 为明天忧虑 只要好好走 神要你走的道路 苏那中在一篇灵修文章里 读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如果主的道路 因你经过黑暗 他必做你的光 如果经过寂寞孤单 他必做你忠实的同伴 如果经过死云的幽谷 他必做你的账 你的肝 我们听了很多道 神界的特定环境 考验我们对真理的领受 他要我们跟他的关系 更加深入 不是仅仅很肤浅的关系而已 他要我们离开岸边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我们纵然被捆绑 他的道 却不会被捆绑 他的真理永存 我们可以期盼 从他的宝库里 远远不绝地领受智慧 能力和恩典 有信心的百夫长 只要耶稣的一句话就够了 让我们更多寻求主的话语 而不是外在的证据 信心就是知道 无论环境怎么改变 结果都会正如神所说的 因为神从不失信 我们再听首诗歌 圣灵之歌 哦 让主用他无限的爱 围绕在你我身旁 是我们苦干的心灵 的满足 哦 让主各自般的神灵 降临在你我身上 使我们一生得到 使我们一生得到 应命扶持 耶稣 哦 耶稣 充满我的心 耶稣 哦 耶稣 充满我的心 哦 让我们心中的喜乐 化为一首赞美时 祈神送赞助的生命 到永远 哦 让我们心中的忧郁 完全交流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是永在的神耶和华 你是创造地系的主 在你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你的智慧无法测度 你虚过我们遭遇患难艰难 为的是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 你考验我们的信心 是要我们查验你的信实 帮助我们不是只看有限的自己 却忘了仰望你 和寻求你的话 愿你加添我们信心 使我们在你其实的话语中 放心壮胆 我们中间若有生活困难的肢体 愿你的话语 安慰鼓励他们 叫他们想起撒罗法的寡妇 知道你看着他们空空的橱柜 你比较有信心的人 见证你的丰富 让他们经历你 向信的人显出的那浩大能力 帮助我们不凭眼见 而是有信心 按照你的原理生活 一生见证 你的信实和大能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虽然心过四应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掌碧安慰我 在我的灵苏心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你得到下一个意 Mark 我和你 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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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键 我们来讲